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相符其心 是臨妄想不起 始不觉者觉出发心人下手只有相符 故人云 但求希望莫根密针即是所以 尊者问 应云和柱 云和相符其心 而世尊的答 只大夫相符其心 没有舍住 实在是 他所问的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是一个意思 世尊在这三个问题里面 只要大夫一个 三个都圆满大夫了 为什么不从发菩提心上谈 发菩提心 大家不好懂 为什么不从无助所谈 无助很难体会 从相符其心 大家的印象深刻 也比较好像具体 所以世尊选择 这个问题先来解决 怎么样把这个妄想 妄想 妄想把它付出 妄想就是不缺 所以主要想得 决心不动 如果你也是觉悟了 觉悟了心是清净的 决心是清净的 决心是不动的 不觉是动的 不觉是不清净的 不觉是不平等的 十不觉就是叫这个 妄念 祈福不止的人 要把它熄灭掉 恢复到自信 清净心 初发行人 我们学佛的第一步 只有从这里下手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 无论是哪一个法门 所谓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修学的门禁 方法不一样 门路不相同 目的是一个 怎样相互其心 主要想得 目的是一个 所以说 法门平等 殊途同归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 然后你的心就会定下来 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 我这个法门好 你这个不好 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就是 傍佛 傍佛 傍孙 你说那个法门不好 这法门通通通是佛说的 你不是傍佛吗 古今中外依照这个法门修行的人 很多 那你不是傍佛吗 许多人用这个法门修行震狗了 那你就傍僧了 所以绝不能这样说 只可以说 那个法门适合他 不适合我 就还有那个药店 很多药物 不能说他不好 他都能治病啊 有一些药不能治我的病 那能治他的病啊 明白这个道理啊 我们就不会爆发了 就不会轻视 与我所修不同的法门 不敢轻视 不但不轻视 而且要尊重 要恭敬 他有能力 他有智慧 所以他可以修修那个法门 这个是一定要明白的 否则的话 你修得再好 你还批评其他的人 批评其他的法门 说老实话 往生都去不成 为什么呢 因为你棒会棒大臣 你棒法这个字很重 慧张爱你 往生 猴宽 齐心动念 我们的心地污染 不清净 不平等 无量寿 无量寿经 经提上就把修行的原则 交给我们 清净 平等 知 经提上就交给我们了 所以我们看 一切法门 要用清净心去看 要用平等心去看 都要尊重供养 都要尊重供养 这个是正确的 所以 尽管 尽管 法门不一样 都是降服这个妄想 禅宗 禅宗 禅宗将你打坐 打坐的目的在哪里呢 把心定下来 相互妄想 教下呢 教下呢 将你读经 现在教下跟从前不一样了 以前学教不简单的 你要学天台中 你一入门 老师傅就把法华山大布给你了 这是天台中根本的今天 法华经文句 法华经学义 魔后直观 这三大布啊 从前那个现状书啊 弄起了有这么厚一堆啊 要叫你统统背过 你要没有能力背 你没有资格进讲堂 为了讲堂 听讲经 不像我们现在有经本呢 没有经本 老后人讲到了 第几卷 第几业 第几行 大家都背过了 都清清楚楚 现在印刷书发达了 印书方便了 每个人都可以有一本 从前没有啊 从前经典呢 只有在藏经楼 只有一部 寺庙里人再多 经典就那么一部 所以要去度经呢 要去抄 在藏经楼上本子借出来 自己去抄啊 没有 没得地方卖啊 现在人佛报大了 但经典一印印起十万本子借 人手一策 所以从前呢 大家把经典呢 宝贵得不得了啊 很难得很稀有啊 它有尊重心 我们现在这个尊重的心没有了 所以我们的成就不如古人 古人真的恭敬 所以说出第几业 第几行啊 都晓得了 通通背过了 老师也背过的 学生也背过的 这才有资格到讲堂来听经 那个时候叫五年学界 所以这个修行呢 一入山门 不管你是出家在家 从前在家人 在寺庙里面修行 运功的很多 幽婆色幽婆椅 代法修行 常住在寺庙里面 跟出家人的生活一样 五年学界 出进去这个五年 你没有资格到讲堂听经 你也没有资格到念佛堂念佛 也没有资格去听讲 餐餐都没有资格 这五年干什么呢 付劳役 寺院大众人多 有许多工作要做 你要去做工 分配你工作 你去做工 做工 修福啊 你不能没有佛报啊 修福啊 工作之余 你自己去读经 都把它念碑 都把它念碑 意思不要去管 先去念碑 这是做第一步的工作 五年学界是做的 我们在谈经里面看到 你看六族惠能大师 进了山门之后 分配到草房里面去工作 草房是等于是厨房的下面 这个里面是 屁柴充米 他做这个事情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 那个时候 五族的道场 注重有三千人 三千人吃饭 那时候烧柴火啊 米是要冲啊 不是像现在机器 你就晓得 多少人在那里做工作 那是做苦工啊 这个工作一般都是五年 那么能大师 他是一个天才 借出的人才 这是再来人 这不是普通人 八个月就开悟了 他就走了 他在那里干了八个月 这个是出入佛门第一个阶段的修修 在这个地方 把你过去那些烦恼习气 在工作当中抹掉 把你的妄想杂念 用读经的方法把它读掉 很好啊 办法很好啊 读经的目的在这里 那我们念佛呢 也是把妄想杂念念 岂不是 方法不一样的 目的都是降伏其心吗 用的方法不一样 有人用持周 有人用静坐 有人用读经 有人用念佛 这举几个例子 方法多的是啊 目的活在呢 都是降伏妄念 这是诸位 必须要记住 然后才晓得 我们修行修的是什么 就是把妄念修掉 没有别的 那么修行有没有功夫 得不得利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啊 去看一遍 看看我今年跟去年比一比 妄想少了 那就有进步了 如果今年跟去年想想还差不多 那你的一年就空过了 你的一年没进步 如果说我不学佛 我年还少 学了佛我年更多了 那你就大错就错了 你完全走错了路了 你路子没走正确 不是理论上错误 就是方法上错误 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效果 假如是方法正确 理论正确 一定使烦恼啊 逐步逐步的减少 心地一天会比一天清净 清净心 神智慧 所以说烦恼少了 智慧读了 这个才是功夫得力的样子 那么我也常常啊 遇到一些同学来告诉我 他说他念佛读经呢 读了几个月了 有人读了一两年 妄想杂念还是很多 他怀疑了 开始怀疑了 来问我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其实不然 确实有效 你那个功夫还不到家了 不要怀疑 继续努力 你就受到效果了 如果起了怀疑的心 你的功夫就要打很大的折扣 你要想看到效果 很困难 很困难 这个法门呢 实在讲应用在所有法门 不相同的 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无论用什么功夫 如果记住这个原则 那就没有不成功的 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烦恼吸气 不是这一生养成的 都生都接 无量接来 养成这个烦恼吸气 你说这个东西真是根深蒂固 不过我们今天才学几天福 才学几个月 才学个一二年 就想把它转过来 哪有那么简单 如果是那么简单的话 那学佛的人不过过都成佛了 没那么简单 所以真正有成就的人 那就是佛法里的说的 有善根有佛德 什么是善根呢 不怀疑是善根 他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陆子玄正确 正确了 不再怀疑了 善根 不驾砸 肯努力 那是佛德 那个人真有福了 他这一生决定成就 我们怀疑 我们想退转 静静退退 这个自己要觉悟 我们的善根佛德很简 不够深厚 不够深厚啊 不怕了 现在可以培养啊 我只要努力 只要认真努力 我可以培养 我可以将自己的善根佛德 达到这个水平 这一生当中也能成就 不可以自暴自弃 凡是能够努力发愤的人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所以一定要有智慧 要想到我们修的是什么 古人这两句话实在讲呢 是把我们从妄念的根本上 拔出了 但求希望 莫根弥真 为什么呢 你要想真 又是个妄想 我们要除妄想 怎么可以在妄想上再加妄想呢 譬如有人问我 我常常有碰到啊 发誓 我念佛几时能得一心啊 他念念想得一心 我就老是告诉他 我说你没指望 你这一生当中不会得一心 他说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一个一心的妄念存在 你就得不到一心了 不可以啊 这个念头莫有了 你就是一心了 还有一个求一心的念头在 那你怎么能担心啊 我说的都是老实话 没指望啊 一定要想的 所以说莫根弥真 越不求真 忘得去了就是了 忘得去了再想一个真 那就变成忘了 所以前面讲的 上求佛道 不能有上求佛道这个念头啊 有上求佛道的大愿 不能有这个念头 有这个念头呢 就求不到了 所以告诉你 实物所求 实物所度啊 把这个念头卸掉 只要去做 自自然然 就圆满成就了 都是这个意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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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